嗨 大家好 我是Nancy 我今天呢 要來玩一個 我覺得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 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妝容 可是呢 會由Mike來幫我配音 然後呢 因為你知道 男生對於女生的這些化妝品 他們都一竅不同 所以我也沒有告訴他什麼是什麼 然後我就是把影片剪好 然後讓他自己去看 猜想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繼續往下看吧 好 首先我們先來上粉底 先把它均勻的放在臉的每個部位 然後就均勻的把它抹平 額頭 臉蛋 下巴 這是LAMARE的應該是Foundation 然後這個是LAMARE的 好 用刷子刷 也是一樣要刷得很均勻 OK 邊照鏡子邊刷 下巴 鼻子 接下來這個是 接下來這個是要上一點顏色 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然後這是Dior 這是Dior的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刷子 然後是用來 然後是用來 讓 我拿不自己 What the hell you do I really know what the hell that was 好 然後這個是 這是畫眉毛的 這樣子眉毛才不會 就看起來會比較均勻一點 兩邊都要畫 再來我們要再用刷子再上更多不同的顏色 這樣子臉蛋比較有層次一點 再繼續 然後這個 好 然後再來用另外一個刷子刷 臉的側面兩邊 所以這樣看起來 臉會比較小一點 下巴和側面 好 再來這個是 嗯 要 上更多的 顏色 讓皮膚看起來比較均勻一點 所以插在鼻子和眼睛下面 這樣眼睛就不會有黑眼圈 好 嘴巴上面也可以插 這樣就不會有鬍子 然後呢 這個有很多顏色的 喔 這個是要插 Eye Shadow 對 這個是Eye Shadow 然後我們今天是走比較 清淡的這個顏色 膚色 好 兩邊都要插得很均勻 然後再換另外一個刷子 喔 OK 我們可以上不同的顏色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層次 眼睛比較有 眼睛比較有 精神 好 欸 還要再 所以 每個眼 好多顏色 都可以上 都可以上 OK 所以 如果你喜歡不同的顏色的話 我會把 總共有八個顏色 總共有八個顏色 好 欸 下面也可以 欸 這個還是 欸 好 邊邊也可以上 這樣 這樣看起來眼睛比較大一點 好 再來 不同的顏色 這樣就很有層次 可是 這個是畫眼睫毛的 這樣子眼睫毛看起來 比較濃 比較長 小心不要戳到眼睛 小心不要戳到眼睛 好 然後 然後再刷一下眼睫毛 這樣看起來 一樣讓它更 更厚 更濃 更長 還會捲起來 好 再來 如果有一些粉刺或是痘痘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 就是 concealer 好 再來我們最後這邊有 口紅 有三個不同的顏色 然後再一層一層的把它畫上去 要畫的均勻一點 好 小心不要畫到牙齒上 好 就這樣子了 那我們這樣就很 很漂亮 可以出門了 謝謝